我如果走了我女儿怎么办 一首《上帝也哭泣》体现了王杰当时内心的痛苦和无奈 他曾想过写完这首歌之后就要告别这个世界 而床头女儿的照片又给了他活下去的勇气 第一次婚姻失败后 王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独自带着女儿生活 女儿是王杰唯一的精神支柱 从小缺失家庭温暖 让王杰更想给女儿一个温馨的家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王杰生命中另外一个女人出现了 王杰在拍摄《不要在背后呼唤我的MV》时 认识了他的第二任妻子莫启文 因为生活在离异家庭 再加上自己已经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王杰对于再次步入婚姻充满了恐惧 但为了能让女儿享受到家庭的温暖 也为了圆那个长久以来的回家梦 王杰在1993年4月 同末启文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并在之后有了儿子王成元 像我儿子拖着光光 我会把夹着 当作是一个工具这样子抬着 他会笑得嘎嘎嘎嘎嘎 爸爸你翻跟斗给我的同学看 就是他小学的时候 大概一年级的时候 我说好 不过爸爸已经快十几二十年 没翻过跟斗 我就会站在上面很高的地方 想一个空翻 就一转两个圈已经转不过去了 就会趴在地下 摔在地下 鼻子下流鼻血了 可是他看着他还是很高兴 我也很高兴 再次进入婚姻后的王杰 曾经享受过一段难得的家庭生活 然而快乐却是昙花一现 因为种种原因 第二段婚姻并没有维持太长的时间 1997年 王杰与第二任妻子离婚 同时也丧失了对儿子的扶养权 这次失败的婚姻 无疑成了王杰心中永远的痛 对此 王杰曾经写下 如果我老了 你还爱不爱我 来表达对儿子的思念和不舍 从这里边我们可以体会到 一个父亲内心深处的痛 经历了第二次婚姻失败的痛苦 王杰并没有就此消沉 而是将更多的精力 放在了自己挚爱的音乐事业上 1999年 王杰强势复出 带着伤心1999 杀回港台歌坛 并在当年创现了亚洲销量 60万的业绩 《伤心1999》 伤心1999也一度成为当年国语乐坛的大热歌曲 之后 王杰又陆续推出 Giving 从今开始 万岁2001 爱与梦等专辑 迎来了事业上的第二个高峰 在西游记里面 佛祖为了考验唐僧师徒的成心 在西天取经的路上 给他们设下了9980余难 在现实中 上天似乎也是为了要看看王杰的内心 到底有多么强大 而不断地给他设下磨难 迎来事业上第二次高峰的王杰 并没有能开心多久 就再一次遭遇了打击 有很多人评论说 王杰在娱乐圈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 他的率真 直接 和桀骜不逊 在为自己赢得众多赞誉的同时 也为自己带来了接二连三的麻烦 他率真的个性 和对音乐的执着 终于和公司的炒作包装方式 产生了矛盾 因为不愿妥协 这种矛盾越来越深 终于无法调解 王杰遭到公司将近十年的血残 同时 媒体上关于王杰酗酒 打人和赌博的负面报道 也接踵而来 真实性无法判断 一时间 王杰被推到了娱乐圈的风口浪尖 这一切让王杰对娱乐圈一度心灰意冷 他再一次选择了回避 他是歌迷眼里的巨星 然而家庭事业却一波三折 我是一个已经过了气的歌手 但是我不在乎 三十年巨星不老 如今王者归来 回望悲欢坎坷 他又有何人生感悟 我王杰算个什么冲 讲究不好听 传阅经典 巨星传奇之 王杰 王者归来 正在播出 伸受家庭事业双重打击的王杰 选择了 回避 他在之后的将近十年时间 很少在公众面前落面 好多人都不禁要问 王杰去哪里了 2009年9月 经过一段时间调整的他 选择了付出 单曲 我知道我是一个已经过气的歌手 是他的心情 也显示了他王者归来的勇气 我知道我是一个已经过气的歌手 我也是因为在旁边我听到了一些 我们叫做是香港叫八婆 他们说就是那个过气的 过气的那个歌手 我听了过了气的 我等于是一种回应的 是啊 我知道 我是一个已经过了气的歌手 我 但是我不在乎 王杰自称是一个已经过气的歌手 在这种自嘲背后 更让我们看到 这个忧郁男人的内心的豁达和成熟 但是举行终归是举行 经典也永远是经典 再次走进公众事业的王杰 开始了王者归来 世界巡回演唱会 美国 新加坡 北京 天津 常常爆满的演唱会 用事实证明了 王杰并没有过气 他依然是万千歌迷心中的浪子王杰 在王者归来 世界巡回演唱会上 没有华丽的舞蹈动作 没有频繁的服饰更换 没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噱头 王杰用最真实的声音 最真挚的感情 打动了现场每个歌迷 特别是2010年 在北京舞科松演唱会上的万人大合唱 更是让王杰自己都感动不已 可是当时我真的也被吓到了 因为我连我的耳机 都没有办法听到我自己的声音 他们嗓门比我还大 从我的麦克风里面 灌进去到我的两个耳机 所以我当时唱歌 也是很难听得清楚音乐 这偶尔会常常 糟糕我很想说你们不要唱 我听不到音乐 我唱不准 那个音会唱不准 可是又觉得很过瘾 那后来我也豁出去 哎呀好吧随便吧 唱走音就走音 没有关系 他们应该谅解 反正大家都嗨了 那当时觉得很不可思议 而且很感动 然后其实我当时一直很想掉眼泪 可是我一直觉得不行 我是个男人 打死都不可以流马尿 我们的俗称叫流马尿 打死都不行 一定要顶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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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杰的歌之所以动人 之所以有强烈的感染力 是因为他在用生命的刻痕在歌唱 王杰的许多歌都浸透了 他自身所经历的情感和痛苦 他进入了故事的角色 将自己的所思所感 融入到歌声中 去做至情至性的书法 王杰落寞的浪子形象 让他的歌一直笼罩着一层 灰色而神秘的色彩 他复杂的人生背景 崎岖的感情道路 并非一般人可比拟 难能可贵的是 在长期的体力劳累 和巨大的精神压力之下 王杰并没有自暴自弃 他一直在与命运搏斗 这种面对磨难 所展现出来的坚韧和豁达 让我们看到浪子王杰 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对 所以我现在回想 自己经历过这么多事情 反过来我怀的是一个 感恩的心 一个感恩的心 我觉得我太幸运 因为我比他们 我们一般在社会上 没有机会来表达自己 这种故事的人 我比他们幸运多 其实他们有很多人 比我更悲惨 比我更悲惨 我王杰算个什么冲 讲句不好听 你给了我一个这样的经历 让我迅速成熟 迅速长大成人 也许只有经历了 跌宕悲喜 人生才算完整 王杰生命乐章的主旋律 贯穿着一个浪子的挣扎和祈福 然而 他却唱着最真实的歌 勇敢前行 他那忧郁的脸庞 孤单的背影 和如气如素的歌声 总能让我们深受振动 5月17日 王杰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 最后一场 王者归来演唱会 我们将再一次领略到 昔日歌坛浪子的风采 归来后的浪子 也许多了很多 对人生的感悟 和对生活的理解吧 他曾是妾女幽魂中 哀怨动人的聂小倩 也曾是青蛇中 妩媚痴情的白娘子 他塑造的全新的女鬼形象 曾经红遍东南亚 至今仍令万千影迷 津津乐道 钟情无比 而正当事业如意中天之时 他为何突然退出影坛 远走海外 一代玉女 为何在感情道路上 深陷泥闹 伤痕累累 本期穿越经典 巨星传奇 共同追溯 我们心中的经典 永远的小倩 玉女 王祖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